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到我的時候我還蠻大意的 因為其實是 因為沒有想到有一天 會來跟幼兒教育的領域的老師 老師的那個做交流 然後其實我現在平常 也有在教國中期 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其實我過去是唸收藝學 其實唸了很長一段時間 他一直到那個在研究所的時候 是因為上了李堂 台藝老師的視覺人類學的課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說 人類學很常用紙跟筆在做進步 那後來在攝影機發展的時候 他也覺得攝影機跟照樣機很好用 對 因為畢竟拍下來 也還要用血 還要來得容易清楚多的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開始去接觸什麼是影像 然後什麼是影片 然後在那門課又唸了很多書 然後你還會怎麼拍跟剪 那後來是因為我去 這邊選幾個紀錄片的訓練的課程 比如說被紀錄片 台灣紀錄片的發展 漫游了更深度的了解 那目前工作到現在 我畢業後也曾經在NGO工作過 後來也在影像工作上 就有工作了10年時間 那我的角色就會比較多 像自編的編劇跟企劃編劇 跟導演的部分會比較多 那這些角色也許對大家常聽到 是導演這個角色 那我也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自編很接近 每一個組織的專業作者的角色 就是我們其實在自編上 我們要管理的案子 他的那個整個製作的品質 還有財務經費的掌控 所以其實以來講 製片的角色會比導演還要重要 那導演其實最主要就是說 如何把編劇的 企劃編劇的設計的方向 給影像化 那我相信今天 如果各位要在自己的教案上 要把自己的教學 要作為一個影像化 應該有可能要融合到 這三個角色吧 就是你們一方面是發想的人 然後可是這個發想 尤其是一開始 很接近企劃編劇的角色 就是說你們撰寫 我剛在外面看各位的教案 其實都蠻清楚的去的 就是說 比如說一條小溪 要怎麼要讓同學們 可以輕盡了解他的生態 還有他的那個特性 那可能這個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寫一個企劃案了 然後就已經在想說 怎麼樣透過什麼樣的活動課程 要讓同學們能夠輕盡了解 其實這就有點接近編劇的角色 那這時候 如果你們還想要拍下來 那當然就是拿起攝影 就會變成又 角色又包含了攝影師 然後也包含了導演 到最後包含導演 因為你還要剪接 把它變成一個片子 那這個部分其實 到最後整個東西可以完成出來 如果你這一路參與過來的話 其實你的角色也包含了自片的角色 因為你可能還要很碰到預算 比如說你的辦公室或團體 給你多少錢 可以做多少事情這樣子 對 很實際的問題 那所以我在過去的累積中 其實也就變成是說 因為我的個人飛機關係 我其實雖然也接觸過電影跟廣告 但是我特地要帶一做片 在累積時間 那其實幫你會找到我 其實也跟其中一個角色 就是試誰要晚餐 我都試誰要晚餐 大家有聽過嗎 對 其實我算是裡面參與了三四年 那待會兒其實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步 短片的情緒 我在做誰要晚餐中拍高雄 我今天也特別跳高雄 一直帶 他是在高同大寮區的一個台越林的小孩 然後那時候我可以接觸到他 是一個很特別長的 我是在一個兒童領展上接觸到他 因為現在也有很多活動 是屬於像台灣的國際的統一展 其實有小導演大夢想工作坊這個活動 就是老師們可以帶學生去報名 然後由公司的導演 製作人帶隊去教說怎麼 老師如何帶孩子去完成一個題目的片 剛好我的那個小男主角阿賢 他那時候跟著大小婆小孩到了派對 然後我一直覺得這小孩很有趣 因為當時候我在看老師們開的作品 就看到這個小孩用自己擺攤賣東西 還去撿回收 而且其實他是領其壯 就覺得我賺錢 要賺我自己的利用錢 而我就覺得這小孩很可愛 但是後來去了解他整個費用後 其實也發現跟老師 到時候老師跟後期每次見出來的片子 其實還滿不一樣的 所以後來電畫面 那時候開庭的CY 然後那進步在今年 他以短片的方式 他入圍的臺灣國籍的同學長 還有整國的副林肺基少年營長 跟普遍的同學長 那我大概放前面三分鐘的片段 讓大家欣賞一下 空間為什麼要在這裡 我來自關emente 多icked來自關 我自己要來自關 我以為答應 我方向來臨 比較快 我方向來臨 我方向來臨 我做個誤會 我可以做個誤會 我方向來臨 我本身 我當天 我可以做一個誤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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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其實阿賢會想 剛剛你們有發現到那個阿賢 已經在祝母親節快樂的時候 還特別講祝我生日快樂 你們知道這個其實有個原因 因為那時候 其實他是所謂的母親節寶寶 就是他剛好生日在5月14號 每年其實都會遇到母親節 可是其實很特別的地方是說 他們家的背景就是很像學術也就像 所謂的典型的台月聯姻的一個例子 就是爸爸跟越南媽媽結婚之後 那越南媽媽其實是台灣的環境 所以生下小孩之後就離婚回越南去了 然後爸爸就因此而受到婚姻上的打擊 所以其實有點上智 然後他又是做工的背景 因為女方會覺得失落 其實以為他要嫁給一個公路人員 沒想到是一個公能家 那結果爸爸就去 也是有點酗酒的欠向 後來就車禍做不開了 然後是小孩就變成阿嬤在種菜養孩子 所以其實很點心 會變成說婚點心 但是他其實 但是我覺得阿賢展現出來就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可憐的孩子 他其實後面 後面郭主要在神經他周邊的家人 神啊跟他互相 那其實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 那這個其實主要就是先讓大家就是說 先認識就是說在這個時候 五歲在中午很容易婚睡的時候 先提個神一下 OK 用這個情況下 然後我就是先以這個片子 作為一個開場 我先跟大家就是說 一起來討論一下 就是在我們在製作一個紀錄片上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我相信也是各位 未來在深入教案中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希望透過誰 來說一個賞樣的故事 那我以剛剛我自己的作品 擺盤南海的心念為例 其實我們其實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我當時候在認識這個小孩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的故事他很吸引我 那我很好奇他的家庭背景 所以我就去做了一方的甜點調查 然後我就去跟他認識他的家人聊 那我發現如果我們純粹不去看 整個小孩的生活的細節的話 他其實就是一個隔代教養的故事 那我們後來其實這個計畫 能夠在電視台內通過 也是因為我們每次其實在開一個家庭故事前 其實也都要經過製作的討論跟同意這樣子 對 然後他能夠通過就是說 因為他其實就是要講一個台灣的隔代教養 包含新住民的下一代的 他有這個方向 可是他這個時候 兒症小孩其實有一些特質 可以去展現說不一樣的風貌 所以其實這裡面一個企劃案裡頭 其實會結合到一個有很有這個元素 就是大家最常聽到企劃案會有的委屈 就是誰 就是戶 就是比說OK我要透過小男孩 跟他的他的那個嗎 外婆 他的奶奶應該是奶奶 要去講 然後在然後在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其實我那時候 是特別挑五星節的情後趣 因為我想看這個小孩 他如何去面對媽媽不在身邊這件事情 然後也希望透過這個環節 去看他怎麼面對自己的生日 因為其實小孩本身其實是很敏感的 那我覺得 我相信各位在平常生活中的過程都知道 小孩已經失言得來幾隻草子豬 就是在怎麼拗的小孩 其實你要是花了一點力氣跟他相處的話 大概都可以觀察到很多的細節 所以OK 我就挑了 在時間點上我挑了母親節前後 然後去到他家 然後我是很想瞭解這個孩子的平常生活 可是其實我是有理由的 因為我想知道這個孩子 他怎麼看待沒有媽媽在身邊這件事情 也是一種所謂的話 那接下來唯一要仔細頭去想 就是我怎麼去做 就是我所謂的EH 就是How to do 我到底要怎麼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當然在我們進入片的工作的方法上 就是我經過了基本的訪問之後 然後我也取得對方的同意 因為我說有拍勝得過這麼自然 絕對是在對方的同意下 我才能夠拍的 其實實在完全從播出到現在進入到第六年 經常都有觀眾說 你們是造假的 或者是說 或者說這個是編的 可是說在我覺得 如果說大家平常在生活中跟人常相處 雖然其實你就會發現有很多東西 是很難去造假 而且在有攝影機在場的時候 對因為人們絕對都會意識到攝影機的存在 那現在其實在差別說 你如何在開設的時候 讓對方跟你的互動 是處於一個很自然的狀態 那這個其實就有一點會涉及到 就是說每個人的個性 比如說你跟人的互動的方式 然後你如何就是說在平衍的互動中 那他認為攝影機的存在是理所當然 可接受他也放得開的 那這個就是我簡單就是先以這樣子一個 在工作上的先做一個經驗的分享 那其實我一直覺得教案之間 如果說今天我其實也有看過 就是方女後他有傳來一個就是 可能是教育現場的老師 那也許是設計的一個教案的影像紀錄 那我覺得其實 我相信很多原則大概很堅強 就是你到底要做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你面對什麼樣的對象 那你希望你這個教學的意義跟內容 你要透過這邊展現出什麼 其實這些都是在事先應該要被想清楚的 我們拍片其實是應該講 是一個邏輯很嚴密的活動 就是你前面如果邏輯沒有想清楚的話 很多時候其實在你拍攝的現場 你會不知道你的攝影機要放在哪裡 你會亂擺 你會搖 這個你可能會害怕 你最後決定可能不拍 其實這些事情經常都會發生 所以就是我接下來要講 就是說如果前面的原則清楚的話 其實我們會經過的流程大概就是有下面幾項 首先就是我剛剛寫一個企劃案 那這個東西就跟各位在進行寫教案 是很接近的 就是也只有一個重點 想清楚再想清楚所有的東西 其實文字還是很最基本的一個思考工具 那主要是幫助自己先把那個這個 為什麼要做開設的事情 然後你到底要看什麼 讓他很清楚文字化 然後再來就是說選擇人物 我覺得其實影像跟文字很不一樣 第二就是說我覺得影像非常 就是誰最上鏡頭 最能夠反映出來 其實這件事情考驗很大 因為我們尤其在小學現場中 會覺得我很清楚12345 五個小孩裡面我很清楚每個人的 有的人心思很感 有的人很活潑外向 其實我們大概都分得清楚 然後也會覺得哪一個小孩 讓你心裡面可能感受最豐富 可是因為影像就是一切都是拍到才算數 你如果拍不到就是沒拍到 那如果你要拍得到的話 有時候比如說有一些孩子 他其實個性很無感 他比較內向 可是他可能表達人力 或在表情上 他其實就是面向外向活潑的鬧性能 這個時候就 我覺得這個就涉及到說 你不要透過鏡頭來 就要回歸到說你要透過鏡頭表現什麼 如果你今天希望你的鏡頭 一下就讓人家看到說 比如說像我剛剛我的作品那樣子 就是一下就讓人家看到說 這個小孩怎麼在面對他的外婆 然後面對生子他的個性的話 那一個內向的小孩就沒有辦法表現這些 你就必須要放棄 這個就是一個許捨的原則 其實我們在看電線 我們經常在面對說 我明明喜歡 可是我覺得就是要B才能夠表現的效果 於是我們就必須要做原理 這個是一個大家在面對影像 要很清楚你今天所使用的這個美材的特性 可是如果在文字的話 其實說在文字可以發揮的空間 真的比影像大很多 你可以放入各種自己的感受 然後自己想要表達的氛圍 或是你想要以各種的 即使是一個默默無言的人物 都可以去通過文字表達 自己影像沒有辦法 影像就是影像跟你拍到的畫面跟聲音 有一點是你要把在最前面來思考 再來就是在開設器材選擇上 我相信這個也對很多新手來講 就是滿考驗的一關 我自己的建議就是說 因為我也曾經帶過 設計大學的那種一般民眾的工作坊 我會建議說其實當你們在 因為現在攝影器材其實已經很普遍了 手機 相機 攝影機 然後價位都不會太高 全部都有錄影跟拍攝功能 可是你可能要想一下 你要透過什麼樣的電腦設備軟體 然後來剪接 而你的器材是可以跟這些東西配合在一起的 因為我之前我 我以前常遇到的情況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哪個器材不錯 然後便宜又好用 先買再說 可是回來發現 哇 我又要花一筆錢再搞定我的電腦 其實那個是 那時候可能是後面的姐姐是最頭痛的時候 因為其實 可是其實你如果在前面一開始 請把這個想清楚的話 你可以幫自己審掉不少空 而且你允許不需要花冤枉錢 因為現在軟體的運用性其實也很高 可是坦白說 說實在比如說 Sony就不一定跟Mac合得了 可是這兩個拼命又是大牌 因為他們還是會分 就是說我的市場在哪裡 我的使用者在哪裡 就是我覺得一般人還是免不了 得跟這些經濟全球化要做互動 就像這個樣子 可是這個其實是在你們在未來 如果說自己的教學現場 要做一個紀錄片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可能這是必須要 準備的工作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拍攝時間 那天座就是說 比如說小的教學的活動紀錄 也許只是一個下午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如果說你希望拍到 像像我們拍那一個 我剛剛小男孩 因為我想要看他在面對母親給的一件事情 我大概花兩個禮拜 十四天去拍 然後最後再剪除一個小時 跟剛剛二十四分鐘版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可以在企劃的案中 去想清楚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被簽證到底是預算的 對啊 這個大概就是說 在前面這個 我們一般都會講前置 就是前面的前然後製作的前置階段 你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當這些準備好了之後呢 那就是很直接就是 你要面對的攝影 拍攝現場跟簡介 以及最重要的簡介這一關 那在拍攝現場上 其實我 因為我今天比較著重在給大家觀念 我不會講太多技術性的東西 我還是 所以在觀念上我們會覺得 其實一開始在寫7萬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必須要想清楚 你到底要拍什麼 因為你清楚你要拍什麼 你才知道你的攝影機要擺在哪裡 然後也許比如說我 比如說我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拍 小南台的生日的時候 我的夥伴一定會說 因為我們所知道的訊息就是說 小南台有時候只有 因為平常周邊的家人 也會有自己的活動 因為他可能是姑姑啊 或是姑姑 也有照顧他 可是他們也有自己的家庭 所以其實小南台過生日 有時候是像剛剛你們看到 他是跟阿嬤一起過 有時候他其實周邊的家人 如果時間挪得來 他們會一起過 所以這兩種生日的可能 我到底要拍什麼 哪一個才 那這個時候又是回歸到一個重點 我其實要透過生日這件事情 要表現什麼 我要拍一家子和樂的情況呢 看起來是大家都很照顧小南台 即使他爸爸媽媽不在生病 還是說我很純粹就是要看小南台 跟阿嬤之間的互動 我覺得這個就是你 你如果沒有想清楚的話 其實你拍出來已經出來片子 你展現的意義完全是不一樣的 然後其實接下來就是你要掌握 鏡頭語言的特性 其實我覺得拍片他就是一種語言 像他其實是一種溝通的方式 所以我們在過去的成長的訓練背景上 因為我們大概六七年級的世代 可能都跟文字的訓練跑不掉 那當然我們在 我就會發現現在小孩 越來越熟悉影像這件事情 因為影像已經在他們生活中 是一種語言溝通表達方式 那對我們來講 我覺得是大家可能還會經歷過一過程 就是說你永遠都要很清楚 你今天就在學一個新的語言的表達 比如說我今天來到這個場合 OK 那我如果想 至少要透過幾顆鏡頭去表現我 今天在這邊講課給大家聽的話 那我需要一個大的鏡頭 把我跟你們都放進來 OK 這展現了我在這裡 然後可能需要一個文特寫 知道我在幹嘛 而不是 尤其我是在上面拿麥克風 我並不是在下面草底劑 然後我什麼動作 然後什麼去把這個氛圍展現出來 那這個東西其實平常大家在拍照片的時候 都可以練習了 不需要非要拿到攝影機 不可以 我想你們從平常自己拍照的方式 就可以感受到自己怎麼樣去面對 鏡頭一點這件事情 其實觀拍照看我們一般最簡單的練習就是用四個漫畫 比如說今天去西邊 然後你要透過兩四張照片去表達去西邊這件事情 每一個人做出來的絕對都會不一樣 那代表你的觀點 所以其實這個是要去訓練自己的 那在姐姐的重點上的話 其實也就是一定要進 就是也只有一句話的提醒 就是一定要善用鏡頭的組合說故事 千萬不要太依賴文字音樂特效 我覺得其實在新手上面最常會看到就是說 大家太依賴文字 那你就會覺得 比如說我今天也許我在這個課堂上講課 我也許就是我很完整的錄個三分鐘 然後我透過大的寬境 我的特寫 我的手動作 然後你們的臉孔 我就可以表現出我在這裡面講什麼 可是很多人可能還忍不住說 我要寫得很清楚 某某某 在前進幼稚園做了什麼什麼什麼 可是其實觀眾對他來講 他第一個吸收的訓練是從影像 從畫面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面對你們在使用文字跟音樂特效 這三個都要很謹慎 然後因為我們最常發現的新手的毛病 就是全片鋪音樂 比如說只要做兩分鐘 三分鐘 他可能還是習慣 哇 沒有音樂好乾喔 那就全放吧 那就短短了 可是其實有時候人在講到的音樂 其實會互相擔擾 這個其實也是要謹慎的地方 然後還有錯效 因為可能搭Powpoint做得很習慣 覺得有特效很好用 可以才吸引到人的注意力 可是以我上次其實我看到 如果我上次看到那個 方明記給我的那個生活的話 我其實我覺得是Powpoint成像的話 比較不是做一個教學的紀錄片 就是這個其實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是從很長 我唸社會學唸了十年 當我剛開始在拿攝影機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經歷過一段 很長的時間的適應期 就是你要去熟悉 這是完全不同的媒材 完全不同的工具 然後你要做出來的 你要喘喘點人的訊息就是不同 那特別是我印象很深 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當我已經讀書 讀習慣 然後開始一直都要使用語像的時候 我其實有過那種 後來再回去看文字 常常都覺得被字打回來 就是你沒辦法讀得下字 就是現在我們不常說 小孩子好像滑手機滑多了 讓他們好好唸篇書也會讀一下 其實我那個時候剛開始使用 在開片檢片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遇過這樣的症狀 我後來的體驗 而且我們跟很多的分 我們就有一些朋友會分享 這種其實很常見 就是當其實你可以說人的身體很奇妙 有一些能力其實是你因為沒有開發 所以它就非常久 可能就是你會過度使用文字 然後你對畫面就會壓力到一個低度 可是其實當你那個能力 是可以訓練出來的 只是過去沒有這個資源 沒有這個環境被訓練而已 到這邊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下面我會就會就我所做過的節目 其實教學怎麼以上化呢 我後來在這個 我看了一下我手邊的節目 我在今年 其實這是今年初 我們跟公務面試合作的一個兒章節目 叫做老師您兩位 這個節目其實在主要是針對國中小的同學們 然後我們去邀請零人來擔任一日的在課老師 對 那我看到有人點頭有看過嗎 有 有看過 妳看哪一集 我忘記 可是非常好看 謝謝你 對 因為我們其實邀請來的名人 就是也有像原住民的 有喜富畫家 然後也有陳馨河 還有方文山 還有這些人 然後他們進到學校裡面 就是我們也是想說 也是試著去配合九大領域 那他們這些人到現場 他們可以整交 跟小孩有進一步的活動 那我今天帶來的是陳馨河 就是台灣少數曾經參與過 太陽馬戲團演出的台灣人 那他是來教舞蹈班 他想要讓舞蹈班的孩子 不要害怕這件事情 要透過他的雜耍 跟不空觀的專長 那我覺得剛好 可是其實這個教案 原格來講就是 其實是我們身為編劇的人 去跟名人一起討論出來的 那我就再放回來給大家看 謝謝 謝謝 嗚 教室們 女藝小妖艾艾艾艾艾艾老師 要上台的學校美教人士 跟健康歌舞學校 您解體的一本高分 也沒有考驗 讓老師無情擦腦 同學們進化準備了 今天我們學校 從孩子上一堂課的 就是他 我 我 我是雜耍的工作者 是 信和 我今天要去當那個老師 我可不是要讓他們輕鬆的 嗨 大哥 都會讓大家緊張的老師 叫陳信和 他從小學 很高興去 自17歲起 開始累起雜耍 零近十年 終於在太陽版集團正式演出 他想去什麼學生上課呢 沒有 我 要想要講 先講我的小朋友 他的身體學位 他的身體學位 他的身體學位也會很棒 但是他的身體學位也會很棒 但是他的身體學位也會很棒 我可以協助學生 然後讓他去 各自打開他自己 他從小學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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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安國中舞蹈班 大安國中舞蹈班 是臺灣最資深的學校舞蹈班之一 成立之前超過30年 學生們 每中練習舞蹈關係課 如何面臨我的身體和目標 這次由陳信和代理的 是15位七年級學生 然後就看到 那裡面大姐姐都很厲害 然後我就想說 可不可以就進去試看 跳的時候可以 忘記 所有的煩惱 像這個整體很難 我希望過了 背面的教舞就穿起來 我希望 敷衍隊可以來笑 YES 然後也是來笑的戲劇 因為我平常比較不善於表演 1 2 3 4 好 那個我先暫停一下 所以其實前面 如果我們一教人來看的話 至少會有兩個主題 一個就是誰是導師 然後準備要講什麼 另外一個是受教者是誰 然後他們的特性是怎麼樣 那我接下來就是要往下 讓我直接跳過 陳信和的自我介紹 那個我想大家回去上網看 他的自我介紹就好 我要跳六分鐘後 就是說他其實 以雜耍這件事情 他怎麼叫小孩克服恐懼 我們都覺得球其實很耗玩 對不對 其實小孩會怕的 這一點其實我也蠻 也會蠻訝異的事情 尤其就是舞蹈班 對身體的訓練 怎麼樣自信 也經過 其實他們很多都從 兩三歲開始了 當然也有十一二歲 我也是因為做這個案子 我才知道 原來台灣舞蹈班的 性身其實也蠻激烈的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做球 等一下 我等一下 就這樣看好球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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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看好球 我現在是一場 因為我小時候 會很怕的 這個樣子 而且你知道嗎 我最希望 颱風天下大雨 然後我練 我好球技水 就可以來 跟老師說 老師 既然跟既然神 都是水 不用上課 1 2 3 4 太行 我行嗎 好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這個反應就對了 我們今天的任務 就是這樣 學會有兩隻手 就是三顆小姐 看吧 這就是不簡單 為什麼不簡單 你覺得我這樣子 你要讓球抓自己的腳嗎 沒有 你要抓自己的腳嗎 沒有 你覺得是他在控制我 還是我在控制他 沒有 沒有 好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情 讓你這麼害怕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學習 怎麼樣 要自己的害怕 三顆球只會跑步 把兩個都溜掉 這樣 這樣輕鬆多了 簡單的動作 衝帶了同學們的情報 其實不少人被拋球 很恐懼 剛有一次我被打到 就是直接從人打下來 所以眼睛管理就 那很恐怖 對 因為之前我哥哥 他是阿朵地球的科球 然後覺得 把他已經打到 就是胸口對腹筋 然後覺得不舒服 然後從那開始 我就對很多球有恐懼 可是你可能會覺得說 如果這個東西 跳在我身上 會不會好恐怖啊 看一下喔 各位觀眾 再看一下喔 各位觀眾 先打到他 打到他 好恐怖喔 好驚討喔 喔 很激活 還包吻我 走 走 救命 別客氣 這一次 全部人一起參與 看到我們的丟臉 好 預備 開始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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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不同的距離 兩個字要把握放在一起 禮物不斷隔一會 加上節拍請能登出 同學會慢慢提供按照街頭走 三下 三下 一 二 三 四 休息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reh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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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肉比 讓腰 這 眼視就是弱 我還發,可是我還想要把它丟好 然後接下來繼續丟,對不對 最可難目的增加 這種平率誘導大家的行動 繼續這一步出馬 就是跳起來都會有一種感覺很尷尬的感覺 沒有 自己做不到 有時 fly 跳最中間的時候 如果要去檢查就一圈困苦 所以說你會到全部人事件 можете非常的美 如果跳了怎麼辦 沒錯 對了 第二是跳了 我學習的問題 就是來自一個 我害怕說 我害怕被罵 我害怕 我害怕 我對不期待 我總是要 你不要一直撐回 你不要一直撐回 你會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去鼓勵 可是後來慢慢 我就是說 就學長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這段很好玩 就算這樣的同步 這樣的同步 就是 但是 今天我是很難 但是我還是 一次又一次的 就 因為我覺得很好玩啊 我只把這個東西 但是我自己 會不會一直一直 一直一直 放錯下去都好 雖然你覺得很恐怖 但是你們都還是來試試看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都來試試看一下 你先 預備 預備 起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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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住 夜四圓 預備 起 啊 啊 有什麼 我看 我看了 我看的丟球千球 從一顆球 兩顆球到三顆球 一整個上午下來 同學們其實很累 但因為燃起了六至 下一個好球的訓練 終於掌握了可不公君的關鍵 像 掉上去的時候 只會在接下來的那一刻 你一定要勇敢的去接觸女兒 你過分就閃她 這樣 就 你就會沒辦法進步 沒錯 一 二 三 結束 Yes 結束了 現在還會怕嗎 還怕喔 還怕吧 你可能還會怕 可是有跟一開始 我說 我們今天要練習的就是 就是你要說什麼 跟三個球 跟這的時候比起來 會好一點 是什麼事情讓你更好一點 可以說 嘗試過了 練習了 你們每天在訓練 失敗對你們來說 根本就是很習慣的事情 可是你們知道 失敗只是過程而已 好 Yeah 結束了 好 第一堂課結束之後 成型科學部下次上課 同學的任務就是要挑戰 後空一三 好 我們今天在這邊再講一下 對 其實 剛剛至少我覺得大家應該很完整看到 一個教學活動的目標 以及他想要怎麼實施的過程 然後孩子們的感受跟吸收的變化 所以這是我們在做教學人像化的一個部分 那我不知道就是說 因為現在時間還剩一點 有沒有大家想要提出問題來討論的 就是剛剛這樣的分享下來 因為現在時間不多 我也想留點時間做QA 當然如果大家還想繼續往後看也可以 後面是另外一堂課了 比較是後空半的部分也很精彩 對 雙機 我記得我來之前我其實也有問過方旅 因為其實因為我們在拍攝現場 我們都很知道 很難一個人又要教科 一個人又要拿攝影機 然後我今天發言人被講說 其實在各位又教導老師的現場 其實他有保育員是不是 那可是兩位是不是都必須要專心在教學的活動上 不一定 先同 那通常你們一般有幾個人 有幾個小朋友 三十幾個 三十幾個 三十五三十幾個 少的時候大概有幾個 是的 那其實我覺得你們可能 我會覺得以我自己拍片經驗 我覺得以如果說 今天老師要負責教學帶孩子 保育員要負責拿攝影機的話 其實還是很勉強的 照理說應該要有另外一個人 是專門負責攝影 我看很多老師都很嚴重 其實很難對不對 那像我們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我們已經覺得雙機很難 我們都已經打算今年要拉到三機 然後三機 然後再加上我們編導人員 然後其他的助理 其實我們一個團隊 大概可以拉到十個以上 對 進去不會再找到教學 會有什麼外表嗎 因為就是我覺得 這個就是一開始我會講清楚 就是當孩子們已經知道說 今天我要被拍攝的時候 其實他是準備好的 那因為我們在 因為我們做節目的流程 比較是這樣 就是會一開始去年輕學校 當然就是已經講清楚 所有的目的討論 而一個班 其實我們導班是三十個小孩 今天老師也經過篩選 因為我們十五個對我們來講 是最大數 其實一般我們開這個節目 我們也其實大概只抓八個到十個 因為其實這十五個 說實在我是到剪接 我才認得一個人 哪一個誰 名字根本才連得起來 對 因為我們跟小孩子的相處時間 比較不多 對 那說 所以基本上我會建議 我還是會建議說 如果大家在自己的團體或學校啊 如果資源有能力的話 其實應該如果想要做一個教學紀錄片 其實應該要另外有人去幫忙做攝影的部分 但是老師可以就是要站在編導的角色上 去跟這個攝影的人溝通 就是說你希望這個攝影的人 能幫你捕捉到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片子上 我們很在意的是小孩的反應 名人其實比較像是一個律介 那所以名人的故事 我們其實比較像是說透過跳太教學現場的訪問 我們就已經大概訪問完 就是他想要教什麼 他想要怎麼做 那時候都已經另外開完了 所以我們在別的時空中 很專心的先處理教明的這一塊 那在教學的現場中 我們其實比較專心的是還有這一塊 所以我們的雙基因主要是 已經當然還是主要是在看命人 另外一個是要分的小孩 可是以十五個小孩 只有一個籍子來講 嚴格來講是不夠的 那時候我都很信用手機上的攝影機 還可以再去捕捉 那當然我覺得攝影的人跟小孩熟熟 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十五個小孩在你面前的時候 如果你們是今天第一次合作的話 我會經濟說 老師們要很緊急的跟攝影的人講好 哪幾個小孩是他要特別助力觀察的 因為這個代表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講 比如說你想要透過誰來表現什麼 總是會有小孩 是你在這個時事教案中 比如說你的時事教案 就是要幫助太怕髒或內向的小孩 他可能要有所改變的話 那你當然他的攝影機 還是要去觀察那些小孩 那原本要外向的 他是比較像是一個團體活動中的一個 一員而已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分得很清楚 不然你的攝影機其實會來不及掌握出所有的狀況 於是你就會拍到很多 好像捕捉到很精彩的活動畫面 可是你就會覺得你點出來的東西好像 還少了一點什麼 做法是 像因為我們人數真的有些人 有很多親別情況 有一種做法是 老師的部分我們先拍 就是親別人拍老師的部分 就是講一下 譬如說他的這一次的課程 就是教學的想法 然後他對班長的孩子的一些 預想的東西 然後遲到教師的時候 是老師自己的 所以幼兒園的老師跟 國中學教老師 教老師 老師都永遠在學 幼兒園有瘦小的房子 去的時候 老師是可以用這一次 培訪著跟這個 有的還可以戴帽子 或者是一個 就 看老師看到哪一個 是不是很難做 那只是這個問題 就是那個 影像裡頭 或者是那個 區境 或者是那個 會不會是 沒有辦法 比如說 比如說 老師在這裡頭 對 比如說這時候小朋友 要做什麼 對 那因為事實上是想做 他在 他在處理他的東西 等老師被對話 或者是說老師 會對話 對 這個其實當然會有一點辛苦 可是我覺得 不會接受到你治癒 因為畢竟有拍到才算數 那老師都已經很難真的把它拍下來 可是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就是 可能是各位老師 要自己自我訓練的地方 如果你實際上 你的職業有限的力有限的話 那你可能就盡量要訓練自己 拿攝影機去訪問人的時候 你可能你的手不能太抖 不抖 不抖這件事情也會影響非常大 因為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害怕看到 不斷抖動的畫面 因為自己都會暈掉 對 像我自己有時候在拍一些 我想特別自己去發展的主題的話 那我也是常常自己在攝影機去拍 那其實現在是因為小機器 所以其實受訪者通常比較不會拍一次 如果因為早年我開始在接觸 你像時候是用到DHS錄影大攤的 那個其實一般人會比展比較簡單 可是其實現在機器小 尤其用現在很多相機的錄影功能 其實比攝影機好 這倒是可以多多的考慮 那一般外面也有很多不足器材 比如說就是若你單純手持 他也會有小型的手 手撐的有支架 你可以把它架好在那個有支架上面 於是你的手就不會直接碰到攝影機 但是你是拿著的 那個其實穩定度會比今天手抓的攝影機 這樣子去拍會來得多一定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些 其實就是把它當成一個 去熟悉一個新的玩具 其實玩攝影機我知道很多女生 因為我們在談一次女性比較多 我相信我們在成長過程中 都沒有被好好的訓練 使用機械了解物理化學這一塊 可是那個絕對不是我們不會 是因為我們過去不熟悉 可是其實就是落空 因為其實我大概也是冒著很多 短電腦掛掉 然後你就是要付出一些學會 那個也是必經的過程 就是不用害怕 有現成的教案想拍的會 也我覺得也 我其實也有想過一種Q的方式 就是說你們有誰願意把自己的 教案直接當現成的例子 我們來考慮看看他可以怎麼拍 然後我們有一個動畫 那一個要不要試試看 我們前一場分享的心情色色 那一場不是這樣 就在哪裡 然後他趕回去了什麼 他不在現場 那那個會不會的 不在現場 好可以啊可以啊 就說 就Sony Sony的複叮跟Maker Sony的複叮跟Maker Sony的複叮跟Maker的選手 然後我們要問你器材 我們要問你器材呢 因為我現在是使用Maker 那我剛剛講的是Sony跟Maker的軟體 對 那Sony其實比較跟PC 那PC的軟體 簡介軟體其實就很多 像比如EBS啊 或者是說大家最常用 那Maker的軟體 那Maker比較是用Final Corporal 其實我覺得Final Corporal很好用 但是主要是 其實嚴格來講我自己後來 我是從PC的使用者 一直換到Maker來 我會覺得Maker其實對一個 個人獨立的工作者來講 其實是最親切的一種 因為他原本其實 原本他這個產品誕生的過程 就是要給個人使用 然後再加上說購買軟體上 因為像我 因為大家可能不需要到專業軟體 也許PC還是很好的 有沒有像我們需要使用到專業軟體的話 我們在購買上 其實本來是Maker送到最貼的 就是你說八咖多 我可能只要花在一萬塊軟體 我就可以買到專業版 而且是有版權 可是我如果是用PC的話 我用EDIAS 或者是說Avid 我可能要花那數十萬 都有可能 這個就是這一切都是要 就是會歸結到預算的問題 你有多少錢做多少事 然後當然就是一開始 你還是會有一些學校 得冒著風險腳學費的過程 那我覺得 然後Maker另外一個好處 是因為他是一個完整 他你 我們知道PC很多人 大家喜歡自己組裝店 感覺比較便宜也好 好像便宜然後又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可是說實在 今天軟體很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他有搭 他有互相配合的硬體 才能夠產生最好的效能 那如果你本身不是很懂電腦的人 其實你會忽略這種環節 以至於你的軟體經常在出問題 那我覺得Maker老師就是說 因為他就直接一台完整的賣給你 因為你也 他的環境 他的主機環境其實就是跟一般的 機器的市場是比較不一樣的 你也沒辦法自己組裝 可是好處就是說 他其實比較少中毒就是真的 然後穩定度也高 再來就是說我覺得對很多 如果不是那麼懂電腦硬體的人來講的話 有問題就直接到廠商 那這個是我覺得對一個獨立工作宅 其實是比較輕鬆的一個起步 有問題 可是如果說影像的部分 沒有辦法同時抓到 我可以用相片去代替他嗎 可以啊 你可以用相片 那我覺得你像你沒辦法 抓到你用相片是很OK的 那當然就是說 你就會看到我們其實 有時候在UFO 在看各種影片的連結 有些也直接只是用照片跟音樂 去講述一個故事 那如果你只有相片的時候 我會比較建議你還多拍不同腳步 去創造那個氛圍或感受 對 老師想請教一下 現在不是都有那種眼鏡式的攝影機 或者是戴在頭上那個 那我想問一下說 你現在的科技啊 頭戴式的攝影機的 拍出來效果怎麼樣 因為這個設備其實很新喔 目前我們 我說我們還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工作 大概我們有經歷過類似 就是類像夠多 你們聽過這種小型的攝影機 是可以裝在車頂上 就是它是小鏡頭 然後就是我們要讓人家看說 高空彈跳跳下來是什麼感覺 還在貓身上 對對對 那個其實是我們 我們就比較多 那個我們比較厚多 然後這種其實不會太貴 這種小攝影機 大概我記得四五千塊就很有 然後只是說他又 只是說他就是鏡頭的設計啊 關係所以他比較厚薄 有一種特定的使用 所以那像那種 我們有時候會使用在說 就是我們一般攝影機 想要採取比較特別角度 像剛剛老師舉例啊 就是你小貓啊 或者說金翅啊 然後想說 不要讓人家感覺到老實際 有一個攝影師 或者有攝影機的存在 然後我就可能架在教室的某一個角落 然後可能放了一個上屋 我想看看這個上屋 教室發生了什麼事 類似像這樣子 可是他其實我們一般來講 都會交叉著 就是說一般正常拍攝的畫面 來輔助使用 剛剛提到說 不要整個片子都放同樣的音樂 那我們現在很簡約的 像我們有時候 之前你不在做 都會Q5 你的音樂就一直過來 那有效的策略為什麼 有效的策略就是說 因為在音樂 我們會把它叮為配樂 那配樂的意思當然就是 比較是站在補助影像的角色 然後去襯托那個氛圍 那我覺得那個想法會比較差別 是在於說 你今天做這個教室 你希望不要太悶 比如像我們剛剛其實有很多 用了很多配樂 會秤出那個節奏跟火鍋 可是如果你仔細聽的話 就會發現有一些重要的訪問 或是說同學們的不同樣子 完全是沒有音樂的 就是讓現場音可以去表現 就是也是希望觀眾不要受到音樂的干擾 可以好好的去吸收這個過程 對 那我覺得就是只要講 這個一開始 我就講過這個就可以了 那其他音樂其實比較多 還是會跟講故事的 你想要採生什麼效果會有關 那快轉的動作 在影像裡面來說 它怎麼做會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其實是 它是一個很長的歷程 然後我們可能是想說 用快速的方向 讓那個秒數壓縮 然後可以很具體看出 它其實是 是一個連貫性 一個歷程這樣 那我們就會用快轉 可是快轉一定會消失聲音 然後變成是說 那我們就把背景音樂放大 就變成是 不要讓它太乾 因為它快轉一定會變成是 一個節奏很 很快速的帶過的那種感覺 對 我覺得快轉配樂是ok的 因為本來你在快轉的時候 其實你本來就等於會無聲的狀態 所以你步道的一定會變很深 那這時候你當影片一定要有聲音的話 你其實就是會放下那個 會放配樂 或至少你也會入唐白 我相信在大家如果要做教學 應該唐白的使用量會非常多 那唐白的使用 這邊也講一下 唐白的寫作的原則 就是你要把它當成在寫一個故事 故事不要把它當成你在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有寫故事的 要準備說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那像我們剛剛你們在看 看我剛剛放的那個 雜耍那個片段 其實我們的唐白的使用也是在講故事 就一個一個去帶 今天老師做了什麼 同學在害怕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你剛剛設想你是一個編句 那不要然後盡量不要把那個過去 因為我想過去 大家還是會有依賴PPT 那種要去做一個報告的習慣 可是你們現在把自己放回到最開始 你要上座文課開始要寫一個 也許是 也許是那個 你只要一行指示的字裡頭 你可能就要去講一個情境 像那個講故事的方式 慢慢一個一個把這個過程給帶出來 希望通過誰說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必須要有那個撰寫企劃案的能力 然後就是要想清楚再想清楚 那針對這個要說故事的這個人 如果說在我們想清楚這個過程當中 是很有點難度的話可以怎麼樣的訓練 找你的夥伴 比如說你就跟你的右手邊這一位 對就是轉頭過去就是說 你可能因為你們 我覺得寫教案大家應該現在都不困 因為我看每個人好像過去的訓練 或外面我看到好多刊 或其實教案都寫得滿精神 那我覺得教案基本上就是企劃案的 可是你要怎麼去 可是你覺得你這個東西有沒有把握的話 我覺得就直接就是去說那個故事給你的換題 就是說我今天想要這樣做然後怎麼拍 其實你在說的時候就會幫助自己整理的幹事 對 然後或者是然後吃者就是說 在說過的東西去想說 你要怎麼樣去在內活動嗎 然後怎麼樣能拍攝 一定要拍到的一些角度 對這些事情 對就算是你要仰腳拍或補腳拍 其實掌騙出來的意義都會不一樣 那有些平常面積就是說 說報告當然就透過照片的訪問 那都可以幫助自己怎麼樣去 越來越熟練想這件事情 那像今天這個故事是那個陳馨河 一開始他並不是老師的身分 你們是怎麼找到他 然後讓他可以 我覺得他帶領得非常好 他還是有他的教學策略 那以一個不是本來不是老師的人 他怎麼樣去上這堂課 剛開始的想法 其實陳馨河是個老師耶 可能我剛開始就跟你的印象可能會很類似 可是後來我才發現 他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老師 因為他平常在外面就在教小孩體操 而且他教的孩子就是差不多是中小的階段 我反而在他身上是學到蠻多的是真的 因為他就是也很典型那種大孩子的特質 他在現場就是會跟小孩打成一批 但他跟大人很不小心會起衝突的 對 這個反正在看這國人 就慢慢就是野跡受死的一些狀況 對 因為他的吐槽 讓學校老師稍微有一點受傷了 但是他其實在現場跟小孩很親 然後他在外面 他從太陽馬行堂 他一直帶一年就回來了 所以他在外面就是 除了就是說有帶體育體操課 你看 然後也有自己的表演 然後另外其實他現在一直有在巡迴 從中小學做演講 對啊 其實你們上粉絲業啊 他有他自己的粉絲業啊 老陳馨河其實你找得到他 而且用水球給他他都會會贏 就是他是很樂於去照顧跟人家分享 就常常會在粉絲業看到他就是說 我去哪邊 他還常不時把他的教學技術 都放到那個粉絲業上來 所以這是一個還蠻很容易堅定的一個 那我覺得他帶孩子真的也沒有一套 真的 因為像我覺得 掉了這個就是掉了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每個老師很容易做得到 也不是容易讓孩子不夠有心理的想 因為其實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家庭 成長背景很像 他也會有他的競爭的 像在家長的培養中一樣 真的那種焦慮 那個其實是要 但是我覺得馨河在自己的部分中 其實很成功的讓孩子們放下這個部分 那時間真的是非常的短處 感覺一小時很快就過完了 意猶未盡 那其實老師們都很會說故事 可是一旦要說自己的故事的時候 就會卡住 因為不習慣自己當作故事中的一個角色 那也許我們要把我們說故事的那個 那個本能找回來 然後還有一個其實我也一直在思考 就是在幼兒園 我們比較常會是說小孩怎麼學 把小孩的學習當主角 那我們比較少把那個 在孩子的學習裡老師是誰 這樣子的一個兼容並去的 把老師的角色也帶進去 所以我們有時候寫那個 就是像教育部現在拍的那個教學紀錄片 有沒有 大家應該都看過開放教育那個影片 我如果跟今天的影片來比 我們就會覺得他沒有故事 對不對 就是一些那個畫面的組合 然後我們也搞不清楚 那些孩子看起來很忙碌 可是也 我這樣講 還好這不會給教育部看 好 好像也搞不清楚 他就知道很熱鬧 可是沒有看到一個思維 就是說這個老師在怎麼樣看待孩子的學習 或者是為什麼這個教室要呈現這樣的畫面 所以我覺得今天那個王老師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是教學現場其實很多元很複雜 那我們要選擇一個故事的角度切入 到底要說一個什麼動人的故事 那在這個故事裡面不要遺忘了有小孩有老師 我們經歷過什麼樣的困難 不同的主題裡面其實都有不同的高潮跟低潮 可是我們常常故事裡面都永遠是成功的畫面 就是永遠是處理那個孩子學得很順利 老師教得很成功 有時候反而就不能打動人 不真實 那有時候收錄一些失敗的例子 收錄一些小孩在發脾氣 或者是在挫折的時候 或老師在交喉爛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好像那故事會比較有人味 對… 對… 所以今天我們很重要一點 就是重新我們來試試看想想看 我們假如要用故事的方式來呈現給別人 我的教室我的教學 或我們的孩子正在某個主題的學習的時候 然後來練習做編劇這樣子 那有沒有受莫服務 受莫服務嗎 我們今天結緣之後 讓大家有疑問是不是可以跟您聯繫 可以… 可以… 所以我可以有E-mail這樣 是… 然後我的E-mail是… 因為我的E-mail很簡單 就是Pinkmo… T-I-N-K-M-O 就是粉紅 Pinkmo… M-O-S-Gmail.com 對… 那也很開心跟大家交流這樣子 因為剛好反正接下來還在上… 我自己也… 本身也還在秋孤中 然後又… 因為我們又這樣要拍第二集 我們接下來第二集要開始拍拍了 像我接下來合作是肖青娘的 對…我們要帶小孩去趴死高反約 這個也滿考驗我們的 就是如果說要拉出十幾個團隊的那種 對啊…其實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中國的節目 就是爸爸去哪兒 那個團隊就更恐怖了 可是其實我們會覺得這個節目很精彩對不對 我們看到小孩的很多反應 然後大人一間親自一間的互動 其實那個也算是某種的小節目 我…我…我其實會建議 針對公共電視來一些建議 一個就是說這個… 老師你哪位 我們希望請一些人來體驗一下 當幼教老師一天 嗯… 讓他來這個…知道… 幼兒教育不簡單這樣子 然後呢也有機會… 對不對 然後也有機會發…發想 就是來…來發掘一些幼兒在學習 不同的背景不同個別差異 像那個剛剛擺攤男孩那個是 就是他比較大比較會表述 可是小小孩他其實有很多困境 是透過真的更多肢體跟畫面的語言 搞不好 在我們的所有的教室裡面 都可以看到很多很精彩的學習故事 您看過國外展一些兒少的這個節目 其實幼兒的部分他們拍很多 而且也有討論真實的 其實像這種我們在台灣還算演出的一題 其實在國外可能在性… 也不管是性別、性教育或者是生思 其實他們就是從小很弱實的在生活中 那我覺得那個其實是 應該是滿有可能可以有這樣子一個發展的 今天就有兩個好故事了 一個是一個患人老師出到一個部落的教室 他怎麼樣讓自己還是維持好老師 然後幫助孩子成長的故事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我雖然在偏鄉 可是我希望孩子他能夠跟上這一個 叫做什麼 資訊科技的應用然後來表述 所以他們在小朋友最後 剛剛你們進來之前 我們在分享小孩做動畫 幼兒園的小朋友做動畫 對 那我就覺得我們的幼兒園每一個人的教室 都會有一些主軸、一些故事 我們要跟多合作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如果待會休息時間 不知道會有多長 是可以把下一個片段給看完 因為其實後面後後翻那個其實也蠻精彩的 這個回去有得看嗎? 對 看網路上有沒有熱心的觀眾上傳 但是目前其實公共電視這一套 有在做販售 而且是很找的國中小老師做教案設計 對 搭配成一套 對 那其實其他集也蠻精彩 像吳寶春啊 吳寶春也是到武術小學去做 可能做麵包 然後小孩子就教他拍照 因為他是私人 那有些都有的 小孩還沒用單也想 哦 是是是 或者是說像我們剛剛講到優錫斯 到原住民的 也是到台中間小學去做 教孩子敲門的藝術 對 對 他雖然是教畫畫 但是他要孩子們主動去敲 敲門邀請 那個居民們家長們出來參觀 對 這個對原住民小孩子就是一個挑戰 對 好啦 那個下學期的那個教材費用 買一點這種那個 激發我們的教學構想的影帶來看這樣子 好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也有一次delay 所以我們可能就先不看下去 好 那擺台南海的心願呢 別的地方可以看到嗎 擺台南海的心願的話 你在網路上看得到是那個 小夜晚餐版本的 就是一個小時 然後他那個做法會跟 因為這個短片 當然我們就拿掉長台的包裝 就當成講孩子的故事 那晚餐的 如果你們有看過 誰來晚餐的節目的話 你就知道他還會邀請神秘來賓嗎 那來賓其實跟那個什麼 小朋友互動也有趣 因為其實我知道那個小孩很喜歡不耐戲 所以我們那時候他開的名單中 我們最後找到包裝三亮 可是唱《逼不耐戲》 還有我們的幕後歌手 可是他的幕後啊 小孩其實不認得喔 所以我們就是有點設計 設計那個歌手直接就是什麼 就是很正常光明 就走到那個小孩子的攤位前面去 結果那個小孩很認真的賣他東西 還叫他如何打子彈 就是不知道他是來的 那還蠻有趣的 好 那我們就回去看那個誰來晚餐 好 我們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今天一份獎金 謝謝